另外一題來 這邊來講的話這邊有蠻多空間的啦 那我來講這一題好了 來講這一題 這題我有講你去看一看 這題是一題考題103年的普考的題目 那我講一題這個是HEAP上面一樣書本上面的題目 習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個天線塔 的纜繩 ABACAD被螺絲扣緊拉以後產生張力 其實他這個題目就要告訴你說其實所有的繩索承受只是張力 譬如說來講 繩索來 我不太敢拉那個拉麥克風 麥克風很容易被拉到沒有訊號 好吧那將就 他是個很典型的繩索 壓他的時候他就根本不受力 繩索一定是承受張力 好這是一個現象 所以他一定是10小時 那行家的感見剛剛那一題平衡嗎他是感見他可以承受拉力跟壓力他是惡力感 那繩索 那個繩索 只有怎麼樣 拉力 張力都可以這樣清楚了嗎 好 既然知道他的方向之後那就簡單了 拉力就是離開節點 好那他告訴我們這個因為他是音字的單位 HeberNavion是有音字的 有SI字的 那 在歐美他們都是用音字 在歐美的國家他們都用音字來來標 那在那個我們這邊大部分都取用SI字 本來是公式KG那一套現在變成Newton over m平方這一套 SI字 好那你看到這個之後你看到 A1頂端A點的作用力為何 他其實要求這三個欄索 你看 扣線緊張 已知AD的拉力已經告訴你個AD是多少 這一條桿 我們已經知道了 好 那求 A點的作用力是多少 這題目開始的時候你要想好 你一定要定出這 A B C D 的位置箱 你知道嗎 那就要從這個圖形去找 好 好那你看到位置箱子的時候來AB A到B 就是B -A 所以你要先把 B點點出來 A點點出來 然後你用B-A 這個有沒有問題 那B的話我們看 B的話 好 B的話你看到S項 我簡單的做一下 做一個AB就好 那B的話你看到 他B點在X的方向偏移量是這一段 是10 所以我可以知道的是 B點的坐標 一定是10 X是10 正10 那Y是多少我們看一下 Y離這邊是15 FIT我就不寫了 這邊是正Y 好 所以這邊就是-Y -15 對 Z軸上 他躺在SY平面 所以Z軸就等於0 B點就寫出來了 那A點的坐標是多少 我們寫一下 他竟然要寫AB A點的坐標我們也寫一下 S多少 0 Y0 Z呢 30 所以他是0 0 30 注意單位是FIT 好 那現在是A到B就是B-A B-A的話 10-0 10 啊 對 B-A嗎 A到B是B-A 那這邊是不是算錯了 OK好 沒關係 如果B-A的話我們看一下 B-A的話 負15-0 應該是負15 這邊寫錯了 負15 好 然後負15的話 如果你書本錯 你把它改過去 B-A 0-30 負30 所以這邊OK 好 10i Hat -15z Hat 這AB是這樣 所以不影響這邊的值 會影響這一個 好不好 會影響這一個 所以這後面的題目就有可能 答案會有變化 那方法是對的啦 不要管他 一樣再把C點 寫出來他的作標 可以嗎 你自己做做看 再把低點的作標寫出來 好 把這幾個項目列出來 看有沒有列錯 有沒有列錯 我剛剛說過嘛 我自己算常常這樣算得不好 我自己 這是個性上 限制 先天的限制 我在這方面 很弱 我很多的考試都在這邊失分 很冤枉 自己 自己啦 這個有人 有人手腳 手腳比較短 那不能說缺點 那就 先天條件 喔 我本 我個人不喜歡 計算的東西 奇怪 那是因為後來認清楚 讀這一行 不計算不行 後來一直讀 讀到後來 研究所還讀到結構組 要命 全部都在計算 然後後來認了 硬著頭皮幹 我一點都不喜歡這些東西 我跟各位民講 可是為了工作 好不好 就要懂嘛 跟他和平相處 和平就是你要能夠了解他的習性 了解他的特性是什麼 去算 但是我每次計算這個就常常正負顛倒 我自己會這樣 喔 好不好 這個不是為自己開脫啦 本來當然我就不能錯啊 沒關係我多檢 多檢討幾次就好 好來 這不扯了喔 我回去再算 算看對不對跟你更正 FAB的話你看 就是FAB的時長 FAB實際的量是大小多少 他有沒有告訴我們FAB 我們不知道嘛 但是他的那個向量 三個軸的向量 各軸的平方和開根號 放在分母 帶這個向量 單位向量站進來 好就得到這樣一個值 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好第二個FAC 也是一樣 假設這是正確的 我不去考慮 有錯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覺得你很認真在看 去算 FAC一樣 從AC這個三個軸 的平方開根號 放在分母 乘以FAC的時長 在向量運算 絕對值代表時長 懂不懂 你不要有什麼絕對值 所以 你要這樣想也可以啦 因為絕對值 時長一定是沒有負號 你這樣去想就好 得到這一個 FAD得到這一個 那什麼叫 FAE FAE在這裡嘛 0030 對不對 FAE 他把FAE沉進來 這個會沉進來 可以沉進來喔 FAC他不沉 是因為比較好寫 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FAD已經告訴我們 他是 FAD已經知道了嘛 1300 有沒有 加起來 這個 好 那這四個例都有了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怎麼樣做 分量都有了嗎 我們怎麼做 平衡方程式 什麼叫平衡方程式 剛剛不是講3D有三個平衡方程式嗎 Summation Fx等於0 Fy等於0 Fz等於0 那Fx什麼意思呢 回過頭來看這一個 就這一個 Fx 這一個 Fx Fx 這一個 fx 這一個 fx 好 通通加起來 I向通通加起來 會等於0 就這樣 7分之2FAB 有沒有 好 減掉7分之3FAC 加上0FAD 這0 等於0 好 一向一向的 Fy也是 Fy 這一個 這個剛剛說有錯了 再去看看吧 這邊怎麼會變減的 這邊打字打錯了 這邊是正的怎麼會變負的 好扯 來 打字打錯了 可能這兩個錯了 你算看看這應該是負的算長得7分之3 沒錯 7分之負3 乘以FAB 減掉7分之2 7分之2的FAC 再 加上500 等於0 有沒有 再來你看Fz等於0 Fz的話 一樣 把Z向加一加減一減有沒有 Z向在這裡 Z向 好 Z向 負1200 FAE 好 等於0 好可以喔 你看到這邊有看到三個位置數 哪三個呢 FAB FAC FAE 好 那FAE我們好像 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怎麼求解 好 我列這樣喔 你把這常數嘛 這個常數移走這等於你不要管他 500移過去 我們 各位還記不記得有一個叫克萊姆法則 我們用克萊姆法則來求解這三個位置數 好 三向式可以這樣求解所以你可以看到來 把FAB列一項 習慣上要把他列的乾淨啊就是說對其他 好 那FAE 這邊是0FAE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真的來寫的話 要我會把它寫這樣啦我不會用這個7再分母太討厭了 我會把整一個是叫做2 好 FAB 減3 FAC 加上0的 FAE 沒有FAE嘛對不對 等於0 第一個 第二個式子你看我一樣乘以7 72-3 FAB 減掉 兩倍FAC 7535 看到沒 35一項 負的 3500 也是0 FAE 等於 等於負的 3500 第三式我們再看 要不要乘以7隨便你 乘以7這邊要乘以7喔 不要漏掉喔 負6 如果你要除以6也可以 不過這個事就變複雜了 我們就負6 FAE FAB 對不起 減6 FAC 減掉FAE 等於 注意他要乘以 對不起 減掉7 FAE 又乘以7 等號兩邊 等號兩邊都乘以7 7乘以1200多少 負的一位變正了 724 717 8400 有沒有問題 這三個式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會變成這樣喔 第一個行列是 全部叫Determine Determine我得到的就是所謂的 各位看到 2 負3 0 負3 負2 0 負6 係數寫出來 負6 負7 這叫Determine 好 那什麼叫Delta1呢 Delta1就把常數 長數項這一項這叫常數項喔 代到 第一項 他就等於 我們看 0 負3 500 8400 這一項換而有其他不變 我再教你一個比較快捷三 三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方法 這是Delta1 然後 Delta1叫FAB FAB怎麼算 Delta分支Delta 萬 就求到 這當分子 這當分母 那這個怎麼計算 這個就是行列式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樣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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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的呢 負的我們就用 這樣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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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了嗎 你去算算看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那同理喔 我繼續再看喔 那 Delta2會不會寫 我再寫一個Delta2 Delta3你自己寫好不好 Delta2就是 是這樣 第一項 2 負3 負6 第二項把這個常數項加進來 0 負3 3500 8400 這個不要動 007 00-7 Delta2 Delta3一樣 把第三項換成這一項 會了嗎 會了喔 所以Delta3也會寫 所以FAB FAC就等於Delta分支Delta2 F AE FAE 就等於Delta分支Delta3 好 三個就求解 可以吧 各位回去算算看 那這邊有點錯誤你要改一下 就好了好不好 這個錯誤 我記得這個 這是B-A 我寫錯了 那這邊還變對 你看這邊寫錯了 這邊還變負的 這正的怎麼可能是負的 不可能 一看 所以我說我關鍵是很清楚的 只是說手寫計算的時候 不曉得在幹嘛 剛剛好11點 本來想要點個名的 好啦 那就這樣